鸿鸣的机车在爱着欢呼的人们驶过热情的人群 上周六,受新冠疫情影响而在体育馆中举行了两届的悉尼同性恋大游行Mardi Gras 今年终于重返街头 成千上万渴望狂欢的人们聚集在一起 澳大利亚总理也出现在游行的队伍中 作为2023世界骄傲节World Pride主办地 本届Mardi Gras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LGBTQIA社群人士 除了澳大利亚华人彩虹社区外 我们能看到来自台湾、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大陆的参与者 他们不远万里来到悉尼专程庆祝这一盛事 我是来自台湾 那我自己本身在台湾的话是任职于台湾民权大平台 那同时就是我也是台湾同志游行的伙伴之一 台湾人的话大概是十几个人 但是我相信就是不管是本身在澳洲的台湾人 或者说因为就是想要慕名而来 就是想要参加Wall Pride或者Mardi Gras的台湾人 一定相信会比十几个要多很多 有几个人来自台湾的台湾的台湾 拜美国休斯顿和加拿大蒙特利尔成为Wall Pride全球第八座主办城市 澳大利亚也成为南半球第一个World Pride主办国 Mardi Gras是World Pride中最盛大的活动 有200多辆花车穿过悉尼市中心的牛津街 吸引了12000多名参与者 Mardi Gras游行创立于1978年6月 旨在反对针对同性恋的社会歧视 在当时参与游行的人们遭到了警方的逮捕和暴力驱逐 这引发了广泛不满 警方随后撤销了指控 并放宽了街头集会和游行许可的法律 45年后的悉尼市区 陈谦上外面彩虹气迎风飘扬 World Pride活动将持续至3月 除游行和派对外 南半球最大的LGBTQIA人权论坛 也将在悉尼举办 请不吝点赞 订阅